我剛好像把屍首抱我的皮卡丘吃掉了 我們現在抵達要前往夢幻西谷露營區前最後一間補給站萊爾夫啦 哇這個萊爾夫東西好齊全喔 所以如果大家有肉帶的食材也可以來這裡做補充喔 哈嘍哈嘍各位原家家人們大家午安 今天元媽帶大家到哪裡玩呢 今天是第87次的搬家旅行 我們今天在哪裡?我們今天在新竹 那因為已經兩點了 我要趕快先把帳篷搭起來 那今天呢是一個family的旅行 就不是只有我一個人囉 所以裝備勢必稍微有點多 然後有聽到慘慘的溪流聲嗎? 我們這次選了一個很棒很適合帶小朋友來玩水的營區 廢話不多說我們先開搭 等一下再帶大家看營區 一點點兒 謝謝 我想說我們要花點兒 一個還有兩個 我們要花點兒 我們要花點兒 這裡 我們要花點兒 我們要花點兒 好 我們要花點兒 我們要花點兒 来 鸡翅 所以呢, 前几度可害,冷水 有 قال吧 在那裏 Partnership 这是中文的 扔 Premier 第一克洋 这个呢? 要乱丟了 插我吧 的不要差手,要是大动作 如果你还有那个吧 你 wheels 全都很不 м 他又有 control 马上 一路 红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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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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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都需要一个半小时呢? Why? 刚刚电力商店买的冰箱 不知道这个保冰袋如何 看看它的状况是 啊哈哈哈哈 保冰袋果然还是不太行的 嗯 嗯 但看吃看吃没关系 用不同的方法吃它是ok的 哦 哦 剛剛一度啊差一点要下雨 所以我有加速一下下 然后我们等一下去玩水 小朋友呢从来的时候就已经没有上来过了 嗯 哦夏天搭帐 就是要吃新兵的东西啊 然后跟 配啤酒 干杯 啊我的头发 哈哈 也太乱了吧 来 介绍一下今日帐篷的配置 我们今天呢 出动了 重顶客厅站 因为今天是三个人 这是一个 从来到现在就一直在水里的小孩 我们 这一次呢更新了 餐厅的布置方式 外面呢这里是厨房区 客厅 然后草食少女茶礼 然后睡帐呢我们这一次 就 什么都没带 我们直接睡地上 对 因为感觉这样子呢 也会蛮舒服的 因为 下一路 我们要去一个 搬很远装备的地方 大家期待下一路 所以这是今天 呃睡觉的帐篷里面的配置 然后夏日必备 电风扇 对真的没有电风扇不行 好啦 大概介绍完我今天的布置 我也要来换泳衣 去游泳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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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要试试看 他在下哪边 是不是他在后面感觉 有点 你要 你要 按摩在一起 吸水真的好舒服 哦 那现在就是下午茶的时间啦 今天准备什么 今天准备 食尚下午茶 扁可颂 一起来吃吃看 这个是在全脸买的可颂 这样子 四个哦 四个三十块 我们发现 因为这个全脸的可颂啊 它比较小 所以后来我们决定 这是手动压扁的 就用热压吐司模具 帮它加热就好 下午茶时间 下午茶时间 它是长 这个样子耶 要自己切的 那我们请媛媛来帮忙 这是在唐极科德买的抹茶绝冰 我们来吃吃看吧 这个抹茶绝冰里面长的 很像一个 爱御洞的感觉 然后这边有酱料 把它加下去吧 这个是抹茶粉耶 很像黄豆粉的抹茶粉这样 我们来吃吃看吧 好像很软Q耶 是吗弟弟 是的 我们来吃吃看 它这个热量很低耶 总共只有81大卡而已 今天这个营区啊 我们搭在西畔A区 整区都是满的 所以就是会比较多人一点点 它的口感其实蛮像蒟蒻 它不像绝饼 那因为如果是绝饼的话 热量就比较高 所以它这是一个低热量的 减脂小点心 不过口味上是还蛮好吃的 推荐给大家唐极科德买的 这就是我们今天搭设帐篷的西半A区 这里的话呢 一帐假日是1500块 满满的路由 因为这里是离上平溪 最近的地方 听水声真的好疗愈哦 今天的晚餐难得 我们要自己煮一大力面 水滚下面啦 稍 cave 我不觉得这更大力是 因为看到水滚 有点涮应 的水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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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要不建议 正面的水滚 这里是水滚 这就是了 被告白的水滚 只需放在冰箱里 蒸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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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哇 这个节瓜起司披萨超成功的 我们开饭啦 今天晚上的野菇意大利面 真的好好吃哦 浓浓的白酱的香气 不过因为我不吃淀粉 所以我吃的是这个 鲑鱼卤笋 好好吃哦 我们吃完晚餐了 现在带大家去看营区的萤火虫 做1个冬葱 便宜了 1个冬葱 avr 我们抓到了两只小虾 这是圆圆的战利品 所以大家来梦幻西谷露营区 记得带网子跟头灯 可以体验一下抓虾的热情 宵夜时间 来吃三倍 所以今天葱条工具使用的关系 刚好这个干贝也还没有退冰 所以我们就用半蒸烤的方式来处理它 吱咯啦 舒服 竹子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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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